運算式為這個名詞最早一開始 就是新科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是輔導員都要去受訓 然後那時候我也自己主動要求要去受訓 然後那時候分國中跟國小 國中是三天的訓,國小是半天的訓 因為國小在科技裡面沒有領域 那時候是這樣 那所以我就跑去聽 到底他們科技領域的輔導員都在訓練什麼 裡面就是這個就是重點 運算式為 可是我去聽了三天 我覺得非常的失望 一來教授在上面講的都是學術名詞 完全聽不懂 二來他除了教授講的理論課之外 他其他他的子弟兵那些高中的老師 來帶給國中國小的老師的 全部都是講西語言程式 所以因為我是國小老師 我本來是有聽了半天 可是我是專到國中老師的場子去聽 然後要進去的時候 那個門口的老師還擋我 你不是國小的 這是國中上的訓不能進來 然後我跟他說 因為我在教育處是負責這個業務推動的 所以他們才讓我進去 所以那三天的課程 你會看到那個老師教得很起勁 然後樓下老師一直在 嘆氣加搖頭 每一個都是這樣 那個場子三百個人 三百個全國的國中老師 然後我其實內容就是 他講的東西都很學術 然後實際的那個分享的案例 也都是非常的科技 非常的科技 然後非常的那個高中級教育 大學教育那一種方式 那我們國小 國小國中老師都在想說 這種東西怎麼可能放在 國中小的科技資訊領域 那可是我後來看觀察的結果 看到現場有一個人點頭 上面講什麼 然後下課的時候 我就偷偷跑到旁邊去問 我就問他說 這位老師 我剛剛看你上課都在點頭 請問那個上課老師講的內容 你真的都完全理解 然後你們學校可以這樣做 他說可以 他就問他說你們是什麼樣的學校 他說他是台北市的私立的小學 然後他們私立的國中 那他們的國中是 你知道台北市的私立國中沒有幾所 都是那個頂尖精英的學校 然後他們那個班就是 A段班裡面為了專門打比賽的那一種班級 在A段班裡面再抽出精英 來上了一個社團課 難怪聽得懂 可是接著我就不甘心 我就再問他一句 我說那你覺得這些東西 你的三十個學生這樣一個班 上一個學期上下來 你覺得可以跟得上你的多少 然後他說 一個半不到兩個 然後接著我問他一句話 他就撒住了 他說那請問剩下的二十八個怎麼處理 然後他就沒有再搭貨了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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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